丞相有问 要拿何人 又是哪个衙门下票 过来过来 这儿呢 刘大人 刘大人 回禀你家丞相 就说刘伯温因公讨扰 多有得罪 这是传票 给他 刘大人 请稍候 快点 我的家人 就全都拜托给老爷了 这你放心 你前脚一走 我后脚就把你儿子收入府中 让他好好上学念书 将来 中他个两磅进士 为你墨家 光纵妖族 小大先行谢过老爷了 哭什么呀 别哭啊 哭也是死 笑着也是死 那就还不如挺直了腰杆 拿着那爷们劲来 走出去 是 就听老爷的 好 老爷 我还有一事相求 好了你说 我有一个寡妇妹子 她有个独生儿子 一直在家里种地 一直在家里种地 好好好 那就把他跟你儿子一起收入府中 好吧 走吧 好嘞 走 老爷 还有个事 想让您给我家里带个话 你说 你有什么一起说出来好吗 告诉我 告诉我那大婆子 那二婆子她人骚 她不会为我守寡的 她 她要愿意在家 就随她去 可是 那家产 一离一毫 也不能让她带走 好好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了 你 李大人 刘大人 人我给你带来了 诸位 看在老夫的薄面 善待此人 这还用丞相交代 请丞相放心 请丞相放心 来呀 锁了 没听见啊 锁了 人犯上锁 人犯上锁 常山拨去 头发打散 头发打散 人犯所好 跟在我驴后头 铭锣开刀 人犯所好 好 好 老师 你 你 刘蛮子 刘蛮子 从今往后 这大明朝廷有理没我 老师息怒 如果计划顺利 那一天指日可待 可我还是甘心 你瞧老沐刚才那个怂样 万一他 老师请放心 学生自有安排 鲁莽了 太鲁莽了 至少你应该奏鸣殿下 请到他的旨意 再到李善长的府上去抓人吗 连兄 我是怕夜长梦多呀 您说万一人跑了呢 万一他们再想出对策 都是事吗 你说 这本来就结了梁子 这下倒好成了冤家了 已经这样了 不怕 再说传就传出去呗 您怎么敢保证那个李隐兵 杨夕胜他们不会上本坛河呀 还有那个汪广阳 他觊觎丞相的位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想皇上还会着眼大局 会保他的 那就是皇上的事了 反正我刘波恩做事 抚养天地 无愧于心 我这不是怕节外生枝吗 连兄 没事的 这事保证不会把您牵扯进去 将来是福是祸 我一身承担就是了 但是这折子您得帮我递上去 您说里外都是他李善长的人 我这地不上去往后我不好办哪 哎呀刘大人 你帮我看成什么人了 不不不不 我是实心实意地为你担心哪 是是是 这 多谢连兄 对对对 你那个要求处展李斌的折子 殿下披了 披了 披了 那李斌就不着急看了 哎 加上这老沫 连带着新夸寺杀人案 一块理清楚 来个一箭 双雕 哎 刘大人 你你 你这是 你太不可琢磨了 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吗 嗯 有意吧 小的向先生复命 都仔细检查过了 衣服扒光 头发壁过 入牢时穿的是全套新发的好衣 老房里头呢 也都查过 草破翻了个遍 除了狮子臭臭 没见着别的 这是可马虎不得 哎 留下专人职手了吧 有大人您的手本谁敢糊弄 行 歇息去吧 一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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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哭了老半天 可不可 有了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老三 二耕了 二耕了 再给你放碗热的 三耕了 三耕了 你要是再不喝 我可睡会儿了啊 三耕的 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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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我不好 连累了先生 这不能全怪你 也是我疏忽了 就是怪我 我昨天要是留下就好了 你个没有的东西 既吃不计打 脓包 软蛋 老爷 这是何苦啊 你还睡觉 我昨天连走是怎么交代你的 你还睡觉 睡觉 连累了心上 你 刘大人 丞相有请